目前正值肠病毒的流行高峰期 除了平时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公共场所、大卖场也都要定期对环境来消毒 尤其是设有游戏区的场所 相应的设施必须完善 才能避免小朋友互相感染 天气逐渐变热又进入了肠病毒的流行高峰期 市府为了宣导定期消毒及卫教资讯 来到专和一间购物中心示范正确消毒方式 市长也亲自与幼儿园的小朋友 为现场的器具消毒 那我们现在发觉其实包括大卖场 包括家里的玩具一定要随时的清洗 那我们到所有的卖场或者所有的这些餐厅 设置有其他儿童油气的地方 一定要希望能够先做好消毒 干洗手或者是量体温 这些都要做 让这些孩子避免再受到传染 卫生局提醒业者 游戏区是小朋友最容易有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业者应该在入口为小朋友量测体温 并利用消毒酒精为手部进行消毒 避免有互相感染的机会 就是要能够提供干洗手的设备 那同时要能够量测一下他的体温 看看他是不是有发烧 那如果他今天如果可能生病 就不会让他进去卖场 因为如果进去卖场 尤其是一些玩具 大部分都是小孩子在玩乐 那同时例如像这种有求职的地方 如果病毒一旦附着在这个环境 大家可以存活一阵子 那其实如果下一个小朋友再去摸到的话 其实就很危险 预防肠病毒最好的方式 是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卫生局提醒业者 应该定期针对内部环境进行消毒 不仅能促进员工及顾客健康 更能提升公司形象 记者苏宏杰新北市采访报道